一个简单的举动,瞬间温暖我的眼睛,我们大人做一线善事,是人之常情,一个年近五岁的时候,手里还紧着一个袋子,用一只手和腿的力量去帮别人推着沉重的玻璃门,等别人过去,自己才走,随时一个简单的动作,可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,反映的却是一个家庭的教养,一个人的教养是发自内心的善良, 一个孩子他的内心,可能并不知道善良的概念是什么,他之所以能做出为别人着想的举动,一定是受到父母的言传声教,且以默化的影响,几个女儿六七岁时,夏天的一个晚上,我带他出去散步,刚到大门口,他问我带钱了吗,我说干什么,当时以为他要去渡边摆冰高吃,可他拿着那块钱, 跑去给了一个正在乞讨的老人,当时我真的很吃惊,因是没有主意到那个老人,更没想到孩子的这个举动,当时我问孩子,为什么这么做,他说那个爷爷需要一块钱,女儿的这句话瞬间感动了我,虽然一块钱很小很小,可比起买冰高,意义又显得很大,穷养富养不如给孩子好的教养, 现在的家庭却往往忽略了这点,总觉得富养出来的孩子,就逼别人有教养,光鲜亮丽的背后,往往是一颗肮脏的心,衣食无忧的背后也藏着一颗带毒的心,好的教养是发自内心的善良,举手投足间散发出雌新的光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